不少香港人都喜歡投資磚頭 投資住宅我們會看地區、下網或回報 但投資工廈原來也是另一門學問 今集和你尋舖我們決定尋找投資工廈的商機 既然有客戶贊助當然我也會找客戶一起走走 有請Daniel 你好 Daniel本身是CBRE資本市場部資深董事 你本身也很有經驗 第一站帶我去哪裏 第一站我們去黃竹坑 黃竹坑看甚麼 我們會看一個特色手工啤酒的加工場 但那裏有多大? 那裏也有1萬呎 1萬呎究竟是甚麼概念 我們馬上去看看 說起黃竹坑 你問我第一印象當然是黃竹坑的住宅 因為黃竹坑站上蓋的住宅物業逐個落成 賣價也不便宜 但其實黃竹坑站以北都慢慢發展為商貿區 以前工廈拆卸重建為甲級商客和酒店 地碼不斷提升 但都因為這樣 Daniel就說 類近我們參觀的工廈地廠 現在都買少見少了 即是香港地 鑽金尺土 全層過1萬呎的地廠 又是甚麼概念呢? 一個標準籃球場 大概是4520呎 這裏等於兩個籃球場的空間 空間這麼大 究竟有沒有租務需求呢? 如果沒有需求 買入之後的空置成本便很高 因為這些1萬呎或以上的樓面 在工廠來說 除了一些收工啤酒廠之外 一些食物家工廠 一些汽車維修公司 它都需求1萬呎 甚至更多樓面的工廠 政府的所有護法政策之下 很多工廠每一年都買少見少 但在需求方面沒有少過 好似這間地廠 現在是由一間本地手工啤酒廠 成租1萬呎的空間 除了用了少部份 是作為招待署 去接待客人參觀 讓顧客去品嘗啤酒之外 裏面全都是用作生產廠房之用 放了一個又一個的釀酒儀器 難怪對面積需求那麼大 Danny說 都因為地廠裏面 要設置不少重型設備 第一筆投放的資金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租客都會相對固定 一般來說 這類地廠起手5年的租約都是固定 但當中每年都可以按一定的幅度加租 之後就會提供3至5年的優先續租權 但都是那句 當區內轉型 相關供應買少見少 如果我捉住類近的標準 跳出去港島區議案的地方 又會不會有類近選擇呢 一會兒我們來到圍沖區 剛才看過黃竹坑盤 我覺得都頗奇怪 但如果拿著同一個標準 去到外區會不會有選擇呢 有呀威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圍沖區 去參觀一個華發工業大廈的單位 華發工業大廈 會否說樓齡會比較舊一些 是啊 舊一點 但我們覺得赤隔是相當吸引去投資 赤隔有機會不用3千3百元 即管看看吧 好啊 葵聰是傳統新界工業區 背靠貨櫃碼頭下優勢之外 押納在這區的工廈都見證香港大都會的變遷 來到葵興 遠處大連排道 部分工廈轉型做寫字樓 部分活化做成為特色商場 我們參觀的單位 保留了原汁原理的舊工廈特色 和剛才參觀的黃竹坑啤酒廠相比 這區不是地廠 而是分層工廈 不過它的面積都不輸蝕 面積有大約1萬1千呎 條件上都符合了投資工廈的第一要素 但是否只看樓面大的工廈 就可以直接投資呢 Danny說不一定 當你投資工廈的項目 樓面的負寵 入到幾隻貨櫃車的車場 或者有幾部貨車的客車都會影響樓的價值 多數投資者會看樓底有3米半以上 可以優先去考慮 例如有250磅的負寵 通常都會令投資投資 華發工業大廈有6部貨車 6部客車 還持有專用貨物的裝設區 地上亦都可以融立3.8米高的貨櫃車出入 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要留意廠房外的位置 貨櫃對出位是否有足夠的位置 可以泊車是會影響到投資價值 因為這些工業經常都是要執貨和運貨 如果難泊車就會影響物流 亦都會影響租客乘租的意欲 至於我們參觀的這個放盤 位於大連排到上少少的工業街 在街外亦都沒有畫作雙黃線 所以就算在街外停車上落貨也會比較方便 一年間參觀了兩個公客的放盤 都是一層一層賣物 其實會不會有人傳動賣物 都有的 有著我身後這一座工業大廈 叫東亞沙廠工業大廈 我們公司最近成功幫他們用23億 賣給一個用家 但其實如果傳動賣物 考慮的因素和一層一層賣物 會不會有分別 都有的 不如我現在去參觀一下 這座工客位於河田街2號 全棟樓樓高15層 總樓面超過46萬呎 位置上就在屯門工業區裡面 可能你說河田街究竟在哪裡呢 如果說大興花園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呢 這座工客就在附近 只是眨眼看來就沒有特別 而且還要來到屯門區 感覺好像有點偏遠 不過投資者考慮的因素 又會不會不同呢 剛開了這個屯石隧道之後 令到很多這些公司 不再需要經過青馬大橋 而可以直接經過隧道 去到機場或者去到澳門其他地方 所以都是一個令到這些物流倉 更加想保持在屯門 或者再來屯門再延長 相對其他區 例如荃灣攜充區 屯門區比較多一些大樓面傳統工廈 例如50萬呎 甚至100萬呎 所以每一檔 有一些50萬呎 100萬呎的傳統工廈放盤 會立即引起很多基金 來看盤 出價 然後就買了外動工廈 是否想不到地點這麼偏遠 反而有市場呢 這點跟住宅不同 有次工廈有天台 亦會成為商機之一 因為業主會將天台 改作天台農莊出租 亦有業主會租給太陽能公司 安裝太陽能電子板之後 轉化成電力賣給中電 所以Danny說 我們投資工廈的時候 就不可以用投資住宅的眼光來看 問題是 當市場有不同的傳統工廈放盤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決定 哪一座值得吸納 哪一座是不值得買呢 當基金去看大樓面工廈的時候 他們會考量 到底這個工廈能否有增值的能量 譬如由一個普通貨倉 改造一個迷你倉 甚至改造一個凍倉 都是一個基金會考慮增值的考慮因素 他們經常去買東西的時候 都會計算一個內座回報率 我們叫IR 他們要求最低的門檻 都要保持15%IR 他們才可以去買檢果回來 看完幾個放盤 原來挑選工廈和住宅真的可以這麼不同 買賣程序 又會不會和住宅南沿北撤呢 當然就要請教專家 Samuel 是CBRE 的香港顧問及交易服務 工業及物流資深董事 本身對這方面都有豐厚的經驗 我決定去他的辦公室和他請教一下 剛剛跟Daniel 看完工廈的放盤 我覺得和投資住宅有很大的分別 其實如果說投資住宅和投資工廈來說 在市道上會不會有些不同 其實分別是很大的 主要來說工廈市場 我們看到在疫情下非常受惠 因為其實大家很少外出 就會多做很多網購 再加上工作 很多時候會用到很多Data Center 其實這些全部都指向了 在工廈市場裏需要多些位置 需求其實來自於一些 我們稱為民增的東西 是一些超市 e-commerce都拿了很多位置 甚至我們看到很多發展商 都會在自己商場裏應運一些超級市場 那些都有很多品牌都開了 加了很多中央廚房之類 都是以3至5萬呎為一個基準 尺寸也挺大的 另外最近有一個日本超級市場 來到香港 一直都加進位 最近他都加了大概4萬呎 所以我們面對 看到有很多新的需求 但同時間工廈市場 面對的情況就是 供應量相對很少 除了市道之外 在買賣程序上會不會有不同 因為以我所知 一千萬以下的物業 最高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八百萬以下最高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但據我所知 工商店可以做到三至四成 是會低很多 所以通常投資者 都是有實力一點的買價 第一有兩件事 首先是視乎本身的樓宇 因為工業樓普遍30年左右 如果年幾月大 可能借的乘數 就傾向近一點30% 年輕一點可能借到四成 年期也會是 通常最多都是15至20年左右 住宅可能因為 它本身的流通性比較廣 所以在銀行做一個按揭 要批出來 批的息、年期等 比起工商店都會好些 工業樓以前會再差一點 但近年好像大家的認受性高一點 但相對也是 息率也未必容易做到H-on 可能是做P-on 如果一般投資者真的想買 有沒有方法可以調高按揭乘數 銀行會用甚麼總值去審批按揭 如果是一個純粹投資者 不論你用自己的名義去拿 或用空殼公司去買 其實都是面對我們剛才的框架 即是三至四成 有些個案 我們面對過就是 一些用家 即是可能他本身正在營運 一個生意 需要用一個中央廚房 或需要用一個貨倉 而他亦都證明給銀行看 我是需要用這件事去營運我的生意 亦都看回他前幾年的記錄 都是知道他的貨幅足夠 可能可以跟銀行額外 只會在三至四成以上 就申請到一個類似叫做一個 trade line 流水帳 去補貼多些 可能加多兩三成 不過這個都要視乎個別個案 可能要問回本身雙屬的主業人士 去拿回影片 除了按揭之外 水巷大家都很關注 譬如現在住宅 我買多於一層住宅 我就需要繳庫 劃15%重架引發稅 但早前政府撤銷了工商店的雙倍引發稅 如果我真的買多於一層工廈 用不需要給雙倍引發稅 又或者我需不需要給額外引發稅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的 這是一個好消息 其實投資者 最高的稅項框架 都是去到4.25% 買一個也是這樣 買兩個也是這樣 麻煩Samuel今天這麼詳盡的分析 如果大家對今天的影片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看這類影片 都記得訂閱我們胡雪樓市 在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最重要是CRS 今天才和大家聊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